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无论是应对眼下的危机 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 国际社会都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 世界最需要的是团结 最应当防止的是分裂 贸易战 科技战也好 脱钩锻炼 去风险也罢 实质都是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 目的是企图垄断自身发展优势 阻碍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进步 剥夺全球70亿人口 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 这既不道德也不可持续 最终殃及的是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信念 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 更不能被人为割裂 任何以灵为贺的做法 任何阵营对抗的思路 任何唯我独尊的傲慢 最终都不会有好结果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坚决反对逆全球化 犯安全化 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推动各国权力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 保障各国平等发展权力 促进共同发展繁荣